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第三排 我持黑棋對上林君彥的對比 那這盤棋從前面開始這邊就戰鬥得非常激烈 局勢也是一直是難分難解 那後來在前面這邊的時候 黑棋在這邊做活有點委屈 所以那時候白棋在右邊分頭的時候 白棋是燒戰優勢 但是後來白棋在右邊這塊棋做活的時候也沒有處理好 被黑棋在這邊分斷之後 局面又變得很複雜 那後來這個戰火一直延續到這邊 那現在局面上被看出來右上角這個白棋 看起來是已經死掉了 然後黑棋中間這塊棋沒有活 那現在黑棋這塊棋要做活應該說沒有很困難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白棋右上角這塊棋也還沒有死乾淨 再來白棋黏至先者 然後這個連斑 黑棋局部是殺不了白棋 只能打劫火 只能打劫殺白棋 所以黑棋在活這塊棋的時候就要想 要怎麼樣活讓白棋的結材比較爽 那實在黑棋選擇沖完尖 這個尖對上面是先手 白棋如果不硬的話黑棋沖完斷 然後再斷掉 這樣白棋這兩個子或是這個子 就其中一邊一定會死掉 那白棋如果簡單黏起來的話 黑棋這邊夾又是先手 那這樣黑棋左邊可能碰一個之類的 這邊應該算是會活得還蠻輕鬆的 所以實際上白棋就想要趁這個機會 先點黑棋一下 如果黑棋跟著硬 那白棋再黏 那這樣在左邊黑棋想要再輕易的做眼 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黑棋肯定是也要反擊的 黑棋碰眼 然後白棋倒 那這時候白棋這個地方就已經衝不斷了 如果衝斷的話 就被吃掉了 那黑棋這邊先手補斷之後 再追究白棋上面的補位 那白棋為了補助也是不得不叫做吃完 用掉這個棋 那這個棋一出走 黑棋這塊棋基本上就活了 因為這個地方黑棋中間有半隻眼 那左邊 這邊也會有先手一隻眼 那實戰這個時候我本來 是打算要先在這邊做眼 因為這個時候白棋如果突先 比如說在這邊打擊的話 那黑棋就有可能直接把這個提掉了 那這時候白棋我做過 黑棋上面這邊有個夾 那這樣白棋這一塊其實就可能會有危險 但是我到時候在擔心 白棋這時候有可能先補這個 然後我提掉了 他再打結 那這樣就是 打結萬一黑棋 比如說黑棋如果打輸了 上面這塊棋可能會被收刮的很慘 或是可能沒有火 不過事實上這個擔心應該算是蠻多餘的 因為這個白棋這兩個棋如果被提掉的話 基本上白棋也很難打贏結 所以這時候黑棋沒有先把這個打沖交換掉 算是一個失誤 那黑棋先把這個沖掉 那這樣上面就沒有起了 然後黑棋叫吃 那白棋就可以直接開結 然後白棋就用這個黏當免費的結彩 那這時候黑棋搬的時候 我是沒有想到白棋沒有把這個檔下掉 因為實際上白棋直接提結嘛 那接下來這個長其實非常大 那實際上我是順便先跳了一走 然後白棋接 這時候我就在看到黑棋如果長 白棋提掉 那時候看了一下這樣 可能是白棋還是要小勝 所以那時候就輕易的排除了這個長一下 但事實上黑棋這時候可以現在準備斷一個問應手 那白棋如果反提的話 那黑棋再回來提結 那白棋比如說繼續找結 那時候黑棋這邊頂一個之類的 這邊就會有很多的結彩 或者說黑棋在白棋擋之前 先把這個頂下掉 讓白棋沒有反悔的領地 這樣 你這樣之後這個轎吃完黏 收氣 可能全部都會去結彩 那白棋如果退讓的話 那這時候黑棋在場 那白棋只能消解 那這被黑棋打下來 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 不過實在我沒有注意到這個手順 所以實在我就輕易的體解 然後被白棋火到 然後這時候在中間這個作眼的地方 我又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這時候這個局部黑棋應該要消失了 那白棋以後如果衝 黑棋可以鋪 那這樣的話白棋 因為中間沒有什麼好手段 可能人提完 那黑棋就做火了 所以以後大致上是白棋黏 然後黑棋叫我吃 完再黏住 這樣黑棋中間有兩幕 那實在我那時候是以為 下在哪都可以 就彎在這裡 但事實上這個局以後被斷了 這地方是有問題的 黑棋如果叫我吃 再叫我吃 大看一下這樣也可以做 但是這時候白棋可以強殺黑棋 提的時候再鋪 所以這兩個倒鋪 而且這兩個倒鋪還都不是氣 如果黑棋跟白棋這塊棋比氣的話 就全部都要黏回去 這黑棋應該是慢慢都去的 所以局部黑棋只能打在這裡 然後白棋黏 可以打 那這樣等於白棋可以先手把中間吃掉 而木樹木也是便宜滿多 那實戰 他剛找完這個結 所以他先提結 因為中間這個地方 留著不下黑棋也不會太難 然後這個其實我在做過這個先斷了一下 然後這個繼續找結 應該是先跑 然後在他衝的時候 這時候對手在這邊別一下 我就發現 我這時候才發現中間這邊有點問題 所以這時候我就選擇把這個打掉 那這樣的結果就是白棋可以先手吃掉三木棋 那這樣跟黑棋叫之比 黑棋在中間嗑了三木棋 那這時候嗑了三木 黑棋基本上就是敗局已定 然後後面就經過了漫長的打擊 剛剛都用掉了很多節材 然後這時候是輪到白棋造極 那時候我覺得白棋這時候只要打這個造極 那它一直能硬 那這樣白棋右邊還有三枚結材 那這個黑棋現在左邊這個地方已經全部都不是結材 這樣的話黑棋只剩下頂了 就是一枚結材 或是這邊可能斷這個筍子 這樣黑棋肯定是打不贏 白棋這邊衝還都是結材 不過實在白棋是不太敢損這個木樹 所以白棋衝就好 然後黏 然後白棋再會再提起 那這樣其實也可以 雖然說白棋木樹是虧了 但是 因為這邊差了三模的關係 所以黑棋的時空還是不夠 然後一吃完之後就下面這個最高 然後白棋這時候也收得很簡單 這時候白棋只要頂這個 基本上黑棋不太有翻盤的機會 左邊黑棋如果想要偷襲白棋也是比較猛 那這個地方看起來黑棋可能有打結的機會 現在白棋打不贏白棋打住 這裡黑棋就算可以把白棋逼回去 這邊也是一個雙結 黑棋殺不了這塊白棋 那白棋只要能頂到這手 這個跟黑棋如果立架的話 這邊白棋是便宜好幾步 白棋只要走到這個 白棋基本上就是勝定 不過實際上白棋還是有點擔心 這邊會有打結的問題 所以白棋這時候打發這個 這時候我那時候感覺如果立下 簡單收比如說他可能團一個 那這樣收我那時候感覺還是白棋要好一點點 所以這邊我就想要再便宜一點 這個對手這邊沒有下出最好的下法 就是沒有留下這個鋪結 就雖然白棋暫時沒有結材 但是留下這個鋪結 還是蠻有幫助的 就是跟如果黑棋以後鋪這個 黑棋打贏這個結的話 白棋在其他地方獲得利益之後 還可以回來鋪這個結 那實際上白棋打掉之後 黑棋就沒有後顧之后 打贏了這個結 然後黑棋頂到這裡 那這被黑棋頂到基本上 黑棋應該就是要贏當的 白棋這時候 比較大的問題是這個頂跟黑棋黏 這個交換就下不到 如果下得到白棋提的話就贏了 白棋交易 因為這樣黑棋斑黏 黑棋衝的時候 白棋剛好變炎珠 那這一部跟這一部是一樣大 不過頂黑棋會選擇斑黏嗎 選手斑黏這個衝就讓白棋衝 然後黑棋回來搶戰戰 那這時候如果白棋簡單收銷數 但這時候白棋有可能可以頂這個 不過我那時候看黑棋 如果白棋打結的話 白棋應該是剛好不行 那這裡是黑仙幾個 那白棋只有一枚 白棋只有這兩枚結材 但是黑棋可以 黑棋這裡有一枚 然後白棋踢過來的時候 黑棋再跑這個 那這樣應該白棋會剛好差一枚結材 所以說被黑棋頂到的時候 應該是白棋就是要輸半門 那13後來 白棋這個下法 也是讓黑棋比較減明 黑棋就最後衝到這個 結果最後贏下的半門 那這盤棋總比來說錯清錯處 後來打結的地方一直都蠻亂 不過黑棋中間出現這個失誤 之後白棋基本上應該很難輸出去 然後面 也是黑棋運氣非常好 那今天這盤棋就講也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